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节目听到那个余老师在解盘的时候 有观众说不要老提 这个美国应该谈A股就好 这个中国人讲天人合一 内外一体 这个全世界的资金市场 就是一个资本无眠的一体化的市场 其实影响A股的因素很多 外盘的一些变化 有的时候比我们内部的一些 这个因素呢其实影响更大 这是外民哥的看法了 我跟你说你好 这个6840个大家好 这个惠惠你好荣娥你好 这个大家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呢 这个外民哥看现在的A股 其实会有这个比较胶着的行情 其实主要还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中美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 当然就情绪就蔓延到这个市场来 你看美国政府就要求啊 对不对 跟或者持有这个美国政府资金的 这些投资机构啊都不能到中国来投资 同样的中国公司要到美国上市 现在已经困难很多啊 你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A股其实很多 这些问题啊 根源其实不是在我们内部 是外部的因素 所以呢要了解这个 国内市场的一些变化 美国市场外盘啊 其实也不能够忽略啊 否则你就是闭门造居了啊 那现在的这个资本市场 对不对都是一体化的 对不对 所以关心A股也要关心美国 关心美国也要关心中国啊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新闻啊 其实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新闻啊 什么叫世界性的新闻呢 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呢 这个欧盟职委会的这个秘书长 洪布莱恩啊这个谎话 说要这个对中国展开反倾销的调查 看看中国政府啊 有没有补贴啊 本国的新人员车企呢 这个向国外向欧洲呢 这个请销是个新人员车 当然万民哥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啦 这就是一个警告一种表态啊 因为这个2022年以后啊 这个国家对于新人员车的补贴啊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啊 当然有些地方政府 也有局部性的补贴 但不是全面性的补贴嘛 就是你到当地去投资 当地一定会给你一些协助 但补贴基本上外民哥的了解啊 所谓协助呢 大多数是这个土地啊 或者融资啊 这个招人啊 给你相关的一些帮助啊 那你说资金的直接溢注 基本上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了啊 因为现在这个国内新人员车的这个产业链已经供应起来啊 大家都可以对不对啊 这个透过价格对不对啊 提供最好的产品啊 这个新人员车的赛道呢 其实已经由过去的这个技术呢 进入到价格的拼比啊 这个谁能够更有效率的生产啊 这个开发出最好的车子提供给消费者 谁就能够生存啊 这个就是充分自由的市场 那外民哥啊 这个特别啊 关系最终这个新闻啊 昨天啊 德国有一个媒体啊 就报道了一件事情 他说啊 要跟这个中国 欧洲要跟中国去做新人员车的这种 对抗不太容易啊 那欧洲的新人员车出入就是要融入 中国的产业链进行合作 因为你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取得最好的人才 这个最便宜的资源 还有最有利的市场地位 比如说特斯拉 特斯拉为什么能成为 这个全球电动车的领头羊 很大的一部分呢 就是上海车厂对它的贡献啊 没有上海这个特斯拉的话 马斯克那些理想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这个欧洲的研究机构也做了调查 他就新人员车电池的部分啊 这个产品啊 这个材料啊 还有矿料啊 去做了一个 去做了一个比较啊 这个矿料呢 包括鲤包括镍包括孤等等的啊 那还有一些材料呢啊 这个也是围绕在新人员车 相关的这个领组件啊 去做了比较 蓝色的是中国的份额啊 那这个灰色的是其他地区 打个比方说啊 就矿物来讲 中国比较具有一点影响力的叫铃矿 但是你会发觉铃矿啊 主要的来源啊 非常的分散 而且包括所谓的这个 这个智利啊 玻利维亚啊 澳洲啊 这些地方呢 本身呢 都没有生产 或者提炼铃矿的能力 他们只能够挖矿 挖出铃矿 交给谁呢 交给中国啊 去提炼铃矿啊 就进入到这个材料 原物料的这个部分 那原物料部分呢 对不对 你就发觉 中国的铃矿啊 对不对 所采有的铃啊 这个原料呢 对不对 远远的 占全球的占领 远远的大于 中国握有的 这个铃矿的比例 比如说铃矿的比例呢 大概中国只占了 百分之十二十三吧 但是呢 铃电池 用在铃电池的 这个铃的材料呢 占了将近一半以上 那比如说链 现在全球握有链矿 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 但是呢 铃电池中 链的这个材料呢 最大的供应商呢 大概有将近四成呢 来自中国 那更不要讲 说是这个产品了 包括这个铃电池啊 还有那些制造 然后正负级这些材料啊 中国的全球市占率啊 几乎都在六七成以上 所以欧洲国家 要发展自己的新能源车 唯一的方式呢 就是融过入中国的供应链 所以为什么这个 特斯拉七年没有推出新产品 第一次Model 3改款 就由上海车厂来担钢 因为美国车厂没有那个能力嘛 所以外面刚经常讲啊 那个Sample Truck在 美国德州厂搞了那么多年了 都做不出来 假如拿到中国来做的话 也许早就已经开始开卖了 所以这个就一个跨国公司来讲 它要取得最有力的生产条件的话 它一定是在全球进行布局 取得这个最好的 或者最便宜的 质量最高的运行物料跟生产要素 所以欧洲的新能源车 是没办法跟中国脱离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也好 宝马也好 或者奔驰也好 通通到中国来设厂 所以欧洲的媒体就讲 未来中国跟欧洲的关系 很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 中国跟德国汽车 这个合作的基础之上 两边的汽车工业呢 如果合作得好的话 中国的关系就好 如果两边的这个关系不好的话 汽车在方面形成激烈的竞争的话 那很可能中国的关系 外交关系就不会太好 那这个结果呢 必然是这个德国是争不过中国的 因为你现在从原料的掌握到 产品的生产 大部分都控制在中国人手上 那这还是硬件的 如果算上软件的话 那更不得了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所显示的 中国今年汽车市场结构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 那调整最明显的就是过去占主流的合资品牌呢 逐渐呢失去了原有的市场优势 这个市占率不断的下滑 特别是很多日系车 那还有呢 这个其实德国车也差不多了 在中国的这个市占率的全面下滑 你看合资品牌啊 这两年来在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个市占率啊 没有一家是在增加 全部都在下滑 唯一在中国市占率提高的厂商呢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一家美国独资在中国设厂的公司 所以中国所以万民哥还在还想到2018年的时候啊 这个中国那个时候改变了这个汽车的这个投资政策 允许外资百分之百 这个在中国单一投资自己这个完全持股的车场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担心啊 就担心这些国外这些大品牌 不管是宝马大众奔驰丰田 如果呢允许他们百分之百在国内设厂的话 那国内这些车厂啊 就很难存活下去 就2019年时候 有一家公司在这边独自设厂就是特斯拉 但是你可以发觉特斯拉在中国设厂以后 有没有影响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呢 没有啊 反而中国的这个汽车呢 在全世界出口呢 这个在2019年啊 都出现了翻倍式的成长 2023年呢已经笃定了 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啊 估计呢可以超过三百万辆啊 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成就 所以很多很多产业的这些信息啊 大家要做深深入的了解啊 我经常在觉得我们从台湾地区过来啊 看内地的市场有的时候会比本地人啊 本地的这些同胞看得还清楚啊 因为相较于台湾把中国内地啊 内地啊把中国台湾地区做个比较的话 你就发觉啊这个中国在产业来讲最有的一个条件啊 就是它是全产业链覆盖 什么行业 什么东西中国都可以造的出来啊 这是美国做不到的啊 这也是欧洲做不到的啊 你不要看荷兰会做光刻机啊 但是光刻机所需要的那些关键领主件都不是在荷兰做的啊 但是呢他们就很难理解中国呢 如果一旦做起光刻机的话 那所有的零组件都不必从国外进口啊 我们可以通通都百分之百的自主 这个是中国现在的产业跟这个世界其他地区 或国家产业比起来最大最大的优势啊 啊这个全产业的覆盖 这个大家要了解这个事情啊 张勇谢谢你啊 这个工长谢谢你啊 这个林林老师好你好你好啊 这个君你好啊大家好啊 那接下来万民哥可以等给大家看这个数字啊 就是今年呢 这个国外的这些品牌 他们占中国的市场的这个份额跟比例啊 打个比方说Toyota 它到今年为止啊 今年稍微降低一点百分之十八的这个产品呢 是在中国销售啊 比如说这个通用汽车 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呢 在中国啊销售跟生产啊 那这个奔驰汽车呢 百分之三十六在中国生产制造啊 大众汽车呢 也有百分之三十二啊 在中国生产制造 你就不难理解啊 这个中国市场啊 对这些国际大车厂啊 他们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啊 如果中国市场做不好的话 那他们也别混了啊 外面再跟大家看一条新闻啊 这个最近呢 日本有一家啊 这个自动驾驶软件公司啊 是日本最强的一家公司 开始进行啊实测 也开始有产品在销售了 这家公司呢 叫做TIER IV 这个应该叫做TIER IV啊 这个IV啊应该是那个罗马 那个罗马的那个数字 先一个I再一个V的话啊 就是4的意思啊 如果这个I在那个V旁边的话 这右边的话就是6啊 那如果在他左边的话 就应该是4啊 TIER IV这家公司啊 这家公司呢 是日本最大的Auto Wave 就是自动驾驶公司 自动驾驶系统公司 他搭载的车 他搭载的车 就是比亚迪的巴士 因为这个日本呢 已经开始呢 在国内推广自动驾驶 但是呢 仅限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那很让人家难以想象的 居然用了比亚迪的大巴士 我还记得二三十年前啊 国内的那个巴士啊 还大部分都用日本的技术了 现在二十年过了以后 对不对 那那个怎么都全部用国产的技术 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 外民哥接受那个 浙江省政府省台办邀请 到浙江 主要是浙西这一带 进行访问的时候 他们就这个调了一部公务车 那公务车呢 就是就是丰田的那个中型巴士 但是外民哥现在看那些中型巴士 都是国产的了 已经没有丰田的中型巴士 你就知道这个十几二十年下来啊 这个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这个变化呢 是你完全难以想象的 其实我们节目啊 或者我们平台的老师啊 就是希望大家多了解 或者协助大家 或者跟大家一起去了解市场 未来的变化 我们投资啊 投资啊 是在当下行动 是以未来为目标 那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一定是看明天股 明天的股价会不会涨啊 明天明年这家企业会不会赚钱嘛 这才是重点啊 所以很多事情啊 格局要给它放大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豆花比亚迪出口主要就是大客车 伦敦也用啊 对啊没有错 它的主要的出口呢 就是电动大巴士 但今年啊 它的小汽车出口啊 这个一个月也有超过一万五千步了 慢慢慢慢这个 在改变它产品的这个多元化啊 这个是这个中国企业最厉害的地方 第二个啊 就跟毛王有关系的啊 这家一个新闻啊 刚刚万民哥听到这个 呃陈老师跟大家讲啊 这个毛毛王啊 我不敢讲一个公司啊 白酒的毛王啊 这个要扩产啊 这个两年以后呢 连产量啊 大概要增加两万公顿 我马上拿出啊 笔跟纸算了一下子 两万公顿 那它一年要增加四千万平的茅台 这个销售量啊 茅台现在一年的生产量 大概是五千多万平 哇 这样子的也等于就是说 它这个 这个这个未来两年啊 茅台或者毛王 这个白酒的这个龙头啊 它出品的酒品里面啊 会增加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产量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按照现在啊 这个白酒行业啊 这个不管在销售 或者在营收啊 都出现顿化的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这些啊 啊 这个白酒的行业 不管它是做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啊 不试着寻找新的出入的话 外民哥认为啊 他们就会这个伟大不掉了啊 我就会伟大不掉了 特别是一些低端白酒 你一定要想出一些新的办法 那这些白酒企业中 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毛王啊 啊 这个这个去年呢 开始推冰淇淋 哎 一下子一年也卖了一亿多杯啊 前一段时间呢 出了一个酱香拿铁 卖的也非常好 到现在外民哥想喝都还喝不到啊 就是有多少就卖多少啊 就轮不到 我是小人物没有办法啊 这个 红龙本来要请外民哥喝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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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酱香拿铁的啊 一直买都买不到 天天呢 去这个 去定了 结果到上网到这个 这个上网去定的结果 天天都缺货 我也不晓得是这个毛王的饥饿行销呢 还是真的就缺货啊 反正就是 不好买 那最近呢 他又推出 啊 这个巧克力啊 就是酒星巧克力 那巧克力中间呢 是空的 那个空间里面呢 就装了一点酒 每一颗呢 大概两公克的 那个 茅台白酒 售价12块 售价12块 那有两种口味 一个是经典口味 一个是 这个 这个牛奶口味的 这个 反正都不好 不好买就对 但是 大家我们想 为什么 这个毛王做这个事情 要做得这么积极呢 这个原因很多 有人说要年轻化 有人说要多角化经营 年轻人现在都不喝茅台嘛 所以要让他们 对不对 第一次 能够享用一杯 茅台 酱香酒的方法呢 就是让他们喝一下 这个酱香咖啡 要不然呢 就吃一颗 这个酒香巧克力 用这种方式呢 这个增加产品的多样化 跟这种销售 那另外一点呢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要试着 对不对 去改变企业 它的形态跟印象 这也很重要 因为时代都不断在变嘛 所以你不可能 对不对 固守一个 传统的经营形态 一成不变 那一定会被时代 所淘汰掉的 你可以看看 但万尼哥觉得 他有一点 就是他利润上的压力 我们可以拿一张图 跟大家看 这是2003年到2022年到2021年 这个茅台市盈率的变化 最高的时候呢 是2007年 它的市盈率来到了76 现在最新的市盈率呢 来到了31.89 这是按照昨天 这个茅王的股价 1826来算的话 市盈率是31.89 当然这个过程中呢 它的市盈率 一度呢 也出现过 这个14.4的 大概是 最惨的时候 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 15年的时候 这个估值是最低的时候 但是一波上来 这一波呢 修正 修正 会修正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敢讲 但是呢 显然还有空间 现在就一般的人 一般巴菲特指数的 这个看法来看的话 他可能是 这个中间偏高 所以你由这个情况 就不难理解 整个市场的投资 风向也在变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当然呢 对不对 要抓住市场的这个潮流 跟这个指向 那万民哥是觉得 他要试着把毛王在白酒方面 固有的地位呢 进一步的优化 变成一个什么呢 高端精品的品牌 所以呢 出来了一个酒精巧克力 你看看 他不管是卖冰淇淋 还是卖咖啡 还是卖巧克力 都卖得比别人贵 凸显出 他的作为奢侈品的特殊价值 这个有意义吗 这个很重要 那你说奢侈品 我们一般想到的就是包包 化妆品 或者珠宝 那他将来可能做珠宝 这我就不好讲了 但是呢 他将来也可以转投资 做精品 不见得要用现在的 什么贵叉茅台 做这个品牌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你可以看 这是这个出这种酒精巧克力 很特别一点 他是做跨国一业的联名产品 大家都知道他是做联名产品 就是找一个糖果公司 但是这家糖果公司呢 叫什么呢 这家糖果公司叫德福 是全球最大的巧克力公司 底下的一个食品牌 MARS 美国的一家公司 MARS的老板呢 曾经是这个巴菲特 因为他是卡夫集团底下的 一个这个糖果业务 后来呢 转卖给MARS 就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巧克力公司 不是 应该是这样子讲 他MARS上面的老板 应该是这个美国的键牌 键牌他就是那个口香糖 但是键牌底下呢 巧克力部门呢 是属于MARS的 那中间呢 很大一部分呢 是来自卡夫食品 那我们可以看看出来 MARS作为全球最大的 这个巧克力厂 底下的高端品牌 就是豆腐 Dove 就是跟这一次 跟茅台合作 所以这个很大的一部分 这个茅台是不是借 现在呢 可以生产九星巧克力呢 在国内呢 试着 做一些投尸问路 看看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接受的话 将来进一步的话 这个酒星巧克力跟茅台合作的 说不定也可以这个借船出海 那大家不要小看巧克力 你光看Mars 你知道它一年营收多少吗 1180亿美金 关Mars集团主要是卖巧克力 主要是卖巧克力 一年的营收就180亿美金 那这个营收远远的超过 这个白酒或者毛网嘛 所以某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毛网 做这种经营形态的改变 放眼未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看看Mars底下的品牌 M&M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只融于口不融于手 那个巧克力里头加一些甘油 就不会化掉 就不会化掉 就不会因为你放在手上 这个手心一发热以后 糖就化掉 不会 所以他强调只融于口不融于手 这里面加了一些甘油 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知道 这个巧克力有一种镇静的功能 这个美国人发觉 打仗的时候 那个士兵吃两颗巧克力的话 他不但可以补充热能 还有一些缓解情绪的功能 但巧克力有个缺点 就是一预热的话就会化掉 所以要给士兵去提供巧克力的时候 就觉得很麻烦 因为这个产品虽然好 但是它的特性 不允许阿兵哥带在口袋里头 带在包包里头 跑啊跳啊对不对 因为搞不好就化掉了 那怎么办呢后来有人研究加一点甘油 他就只融于口不融于手了 那阿兵哥就可以用 所以我们看了这些巧克力 其实很多都是军用巧克力移转过来的 还有什么七七鲁加巧克力 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产品 所以大家就看 如果你把这个茅台酒星巧克力的这个产品 进一步放大这个格局来看的话 其实意义还蛮多元的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改变 这个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新闻 最近呢国内有一家 这个连锁咖啡品牌 非常有名 从去年11月开月 到今年8月底已经开了5000多家 大家都知道是谁吧 就是库迪 这个其实啊 这个今年国内的咖啡业有两个大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瑞幸开的店呢 超过了星巴克成为国内最大的 这个咖啡集饮市场的这个王者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库迪的快速崛起 那库迪的老板 表面上大家去看 可能是叫姓张的 也可能是姓刘的 但是事实上都不是 库迪的创业创办者呢 就是瑞幸的创办者 这个一男一女呢 男的叫陆正耀 女的叫钱志雅 万民哥为什么跟大家举这个事情呢 我最近深深的悟出一个道理 就是 有钱人要赚有钱的人 要赚有钱人的钱 跟赚穷人的钱不一样 为什么呢 赚穷人的钱可能要用骗的 那赚有钱的人的钱呢 那可能就要跟他拉关系了 两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钱人呢 他只相信市场背后的那个驱动力利益 但是经常穷人呢 不是这样去相信 市场那个表面的道德 还有那些理论 还有那些情怀 那有的人呢 就会在两个界面之中 跳窜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万民哥觉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看看当年瑞幸 从开业到美国上市 18个月 打破了美国股市的记录 上市最快的记录 一年半就上市了 但是挂牌 四个月以后就爆发财报造假 然后退市 那大家都知道 后来呢 瑞幸呢 原来的这个陆老板呢 跟这个前老板呢就退出了 退出以后呢 有其他人接手 那经过两年多的这个整顿呢 从去年开始呢 又逐渐的逐渐的 这个步上正轨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瑞幸的竞争力啊 对 他已经摸索出 一套这个经营的办法来了 但是呢 原来的创办人 瑞幸的创办人 去另起如造 万民哥觉得 这两个人就叫实随之位 因为呢 但比较不一样的 2018年 19年 瑞幸上市的时候 这两位呢 是骗有钱人的钱 现在呢 他们是骗没钱人的钱 因为那个时候呢 透过互联网的题材 跟这个咖啡急饮市场的崛起 对不对 几轮轮之下来 他们出息投入10亿人民币 最后呢 几轮融资呢 融到了5.5亿美元 然后再到美国挂牌 赚得盆满钵满 那谁倒霉呢 就是那些投资人 那些投资人都是有钱人 骗有钱人 然后来补贴没钱人喝咖啡 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但这一次 这家公司的崛起 万民哥就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他喊出了口号 三年以后要打败 他自己原先创办的瑞幸 因为瑞幸现在已经有一万多家了 那可能吗 这个万民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1949年 那个老奖跑到台湾去的时候 喊出一个口号 一年准备 两年返工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就鬼扯懒旦 拉了一票人呢 加盟他跑到台湾呢 成立一个伪政权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认为一个行业的崛起 或者要能够持续下去啊 要有一套永续经营 可持续经营获利的一套模式啊 你这家公司的成立才不过八九个月 这个加盟的店已经超过五千多家 这个快速的成长就暴露出 或者就有很多地方你就要反省过来 他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 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呢 摸索出一套可持续经营的模式 没有的话那就是骗 骗什么 骗加盟商的加盟金 这个是所有的加盟总部 经常这个什么惯用的一套手法 所以万民哥跟大家提出来 这个事情做分享 如果大家有朋友呢 要有朋友要开咖啡店啊 想加盟的话要想清楚啊 应该会更受欢迎啊 没有错没有错 这个就是九星巧克力 会比这个这个酱香拿铁 更受欢迎啊 这个就是万民哥看到 这家咖啡店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啊 已经发觉他已经有泡沫的现象了 这个泡沫的过程中呢 最后一定是充满那个憧憬 理想啊 相信啊 创业是不变的一种道德的人啊 受到最大的这个损害啊 那背后的这个这个操盘的人呢 对不对 他可能又会赚的盆满钵满也不一定啊 所以大家这个投资的时候要看看 什么人在主事啊 这个有前科的有不良记录的 大家最好跟他敬而远之啊 这两天呢万民哥看到有一则有趣的新闻 就是马斯克啊 趁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啊 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的时候 开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两个人啊见了面 当然埃尔多安找马斯克来 就是希望呢 到土耳其去这个设厂 当然这个土耳其有没有这个条件设厂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但比较有意思啊 就是马斯克去见埃尔多安的时候 居然抱着他的小儿子 这个觉得啊 这个如果大家看啊 最近啊 这个马斯克传这个已经正式出版了 那他对他的爸爸 还有对他小时候啊 有很多的抱怨 就是他爸爸小时候啊 对他太严苛了 或者太不近人情了 缺乏关爱 让他小小的幼小的心灵啊 受到很大的这种创伤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啊 为什么马斯克啊 这个 结了四十分啊 这一次应该是第十一个小孩吧 会那么喜欢小朋友啊 多少呢就弥补他这个内心的一些缺憾 这是一种补偿心理啊 但是你去借一国元首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埃尔多安也没打领带了啊 就表示呢这一次见面呢 大家就是这个聊一聊啊 这个应该不会 不是不属于这种正式的会面啊 你看如果看那个照片放大啊 他这个带着小孩子去见 脸上的胡杂都没有刮啊 就知道这个见面啊 就是聊聊家常啊 这个彼此认识一下子啊 会不会这个到土耳其投资 但是万民哥认为 目前看起来是机会不大 但是呢 连带着有一条新闻 就是随着马斯克传的问世啊 最近很多媒体啊 纷纷去访问谁呢 访问马斯克传的作者 叫做华特艾萨克森 华特艾萨克森呢 除了帮马斯克立传以外呢 也帮苹果的创办人乔布斯 写这个传记 万民哥看过乔布斯传 这个这个马斯克传 人家给我了 我还没时间看 过两天我找个时间看看 但是啊 从现在披露出来的一些内情啊 你会发觉两个人 有很多地方非常相继 比如说在访问的时候呢 对不对 这个艾萨克森呢就讲 马斯克 他具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情绪啊 他到哪边啊 一定会为那个地方啊 带来一个不安定的情绪 非常恐怖啊 那他所善用的经营模式呢 是一种魔鬼式的管理方式 强调 而且要全力以赴 所以说在他底下做事情啊 基本上啊就是生不如死啊 你可以赚很多钱 给你很好的待遇 但是呢 你别想过安稳的日子啊 他第一个能力很强 第二个呢 势必公亲 这个习惯啊 我跟大家讲啊 就跟那个乔布斯非常相近 这个马斯克传的作者 艾萨克森啊就讲 你要叫他形容 马斯克是什么人呢 他用的字眼就是混蛋 王八蛋 但是呢 他也替他解释 他会做变成混蛋 就是这个混蛋呢 可能就是他能够把事业 做成那个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啊 这个老板呢 从来不想做一个 受欢迎的老板 他就是要故意 当一个让人讨厌 非常恶心的老板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才能够就事论事 把企业的成功呢 放在第一要位 把人情呢 放在尾巴 就有人经营企业 就会跟你讲啊 到公司来做事情 是来做事赚钱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这个非常的决绝 这是一种极端 这种极端呢 往往受到 或者提供了 他成功的基本条件 所以这个 这个艾萨克森呢 也访问了美国著名的 这个风投公司的 这个大佬艾克曼 这个艾克曼就跟他讲啊 在美国的投资业里头啊 需要像马斯克这样的人 因为这种人呢 精神上跟人家不一样 他奉信 他这个赌信成功 而且会不择手段的 追求企业的成功 这是他们投资马斯克 或者投资特斯拉这种公司 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 外面一个跟大家分享 这些东西啊 不是要到大家去学马斯克 因为你学不来的啦 但是呢 你要去了解 了解人家企业成功的原因 了解美国投资市场 投资人 风投公司 他选择一个投资标的 他考虑到哪些因素 包括像马斯克这种 已经可以确认了 他是精神上有点问题 叫做这个亚斯伯格症 亚斯伯格症的话 他就是有一种强迫症 被迫害妄想症 扭曲现实的一种倾向 比如大家认为说这个是白色的 他就认为是黑色的 而且一定要想办法 说服大家相信 这个白色的东西呢 是黑色的 他就是有这种特殊的性格 才让他能够 执行他魔鬼式的管理 强调的那个 哈克里那种硬核的 这种形式风格 很不容易 这个值得大家 去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这个平台还不错的话 我们老师啊 各方面的 还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的话 不要这个请大家多多捧场 给我们这个动动你的 这个幸运的金手指 帮我们转发分享 我们最近呢 平台在限流 你看到现在才看了4700多人 那要打破限流的方式 就是靠大家的分享跟转发 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 能够这个加我们的关注 然后呢 这个关注呢 你点了以后 它就变成黄色的方色星星 你再点下去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我们跟大家强调 你加入我们的关注 或者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绝对不会受到 这种不当的骚扰啊 或者说是 跟你推销什么产品啊 我们不信这一套的 我们也不喜欢用这一套 这个跟你推销一个 什么投股产品啊 每天呢 跟你定时呢 报什么 选股啊 腰股啊 名牌啊 这个都不是投资的王道 我们其实强调的就是 透过相互的信任互动呢 这个共同实现财富自由 那你对平台有什么需求 或者需要什么协助 或者什么反应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收视屏幕上面 有一个二维码 你扫它一下的话 就可以跟我们的课程助理联系 那客人助理呢 也就是被动的 这个提供呢 各位各种咨询 也不会去跟大家做一些 不当的这种销售 这点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能够能够理解 那当然你可以进入 我们的核信股乐会 点这个核信天津分公司 这个logo 然后呢 进入这个PPT 右边这个画面 有这个公众号核信股乐会 你再点开的话 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惊奇 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你的这个幸运手指 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惊奇 那接下来呢 这个华为昨天 办了一件年度大事情 就是这个华为2023年 全连接大会 那当然他就是找一些 这个使用者供应商开发者 一起来分享他们新的技术经验 那华为的这个现在的大掌柜 孟晚舟讲出来 华为正打造中国算力底座 为世界建构第二个选择 大家都知道这个IT产品 五远福建 已经深深的进入到 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环节 但是呢 它有一套国际的规范 这个国际的规范呢 烙到坏人手上的时候 它就变成敲诈的工具 就像是美国现在对华为 对中国一些高科技的封锁 这高科技本来是要 这个提升人类文明进步 创造共同福祉的 但是呢 烙到这种邪恶的帝国手上呢 就变成打击异己 实现霸权的这种邪恶的武器 所以呢 这个华为呢 强调要建立世界 为世界建构第二个选择 昨天呢 它提出了它的这个 新闪技术架构 新闪技术架构 就是在鸿蒙软件的基础之上 建立万物互联 所以呢 它最新的这种芯片呢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要跟蓝牙做比拼 不管在速度上覆盖率上 还有这种连接点上 都有大幅的进步 所以这两天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A股里面有相关题材 也在那边运作 但是这就是一个信息 就是要让大家去 关注这个趋势的发展 这个物相连 万物相连 这个很重要的部分 还是要靠这个芯片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 所以未来或者在现在来讲啊 甚至于未来几年来讲 可能都是一个很重要 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领域啊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 多多留意啊 这个我不好意思在这边 讲太多的行情了 因为我们这个专家很多了 万民哥啥是限流 限流啊 限流就是啊 它不让你对不对啊 在屏幕的这种流量上面 出现太多 你就知道你拿出这个手机啊 或者平板在刷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这种平台 或者网站出现 它就不让你出现 你本来刷的 按照你合理的收视率来看的话 你可以有十分之一 被人家看见的机会 那现在可能变成五十分之一 甚至于完全不让你看到 这个就是 所以大家 你加入我们关注以后 我们每天早上 会提醒你啊 打开啊 服务通知 你打开点开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 进入我们的平台 就不会被它限流啊 所以这个就拜托大家啊 多多关注啊 为了这个你好 为了我好 为了大家好啊 为了这个整个 投资市场 健全的发展啊 这个踊跃的这个 加关注啊 跟我们一起互动 一起分享 今天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大家不要离开啊 这个接下来呢 有我们的刘朝老师 刘朝老师 是万民哥的小老乡啊 我们那个苏北的家乡 离他家乡 只有二十多公里啊 就隔了一个落马湖啊 那下午呢 还有林宏跟这个大志 还有刘俊龙老师 跟大家一起看盘啊 今天盘是应该会 所以蛮精彩的啊 大家不要凑错过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明天见